首先给大家讲一下影子部分的演奏 演奏影子时 首先需注意换气 凡标有换气符号的地方 原则上必须换气 在第四小节第四拍前半拍 咪音亡了以后 如果气息确实对了 调整不过来 可在此处换口气 其次是虚指颤音的表现 在影子的演奏中 只有咪音运用虚指颤音 其余筋不采用 颤音缩的演奏 我建议采用微微的气正音即可 最后是速度的变化 在整个影子中 有速度变化的是 五到六小节 第四小节第四拍后半拍至第五小节第四拍前半拍 采取由慢到快的速度变化 第五小节第四拍后半拍以后恢复元素 我给大家示范一遍影子的演奏 我给大家示范一遍影子的演奏 这一条拍下来由于应该因素 并语展示范一遍影子的演奏 我让大家示范一遍影子的演奏 我让它交声的演奏 随文语展示范一遍影子的演奏 一遍影子的演奏 2. 中版的演奏 中版共16个小节 首先来整体分析一下这16个小节 我们从标识符号上来看 有叠音 虚指唱音 吐音 也就是说 技巧上不难掌握 从节奏上看 也不存在难度 而需要演奏好这段 关键是情感的体现 请注意提示词 抒情优美的 也就提示了我们在速度上要控制好 恰到好处 其次是给大家讲一下此段的重难点 第一个重难点是八分音符咪的虚指唱音的演奏 这个音不能因为它很短而逃避西指唱音这一技巧 不错 演奏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但这是歹足风味的重要调料 不可少 加强练习后能完成 第二个重点是九至十二小节土音的运用 这几个小节在本首乐器中有画龙点睛之意 每每演奏到此处都能把演奏者和听众充分的调动起来 有强烈的舞蹈欲望 要演奏好这几小节 特别是九和十一小节 要做到土音到位 在九至十二小节中 要严格按照我在乐谱上标的土音进行吐奏 凡标有土音的必须吐 没有标有土音记号的不要吐 这几个小节土音非常特别 它打破了常规的节奏强弱规律 从而土音的位置也随之而改变 每一拍的前半拍演奏为顿音 而顿音通常是舌头来吐奏 在这里除了第一拍第一个多音用舌头来吐奏 其一拍的第一个音经用气息来控制 因为顿音的停顿 而是九小节的第二三四拍后半拍 十小节第一拍的后半拍的第一个音变成了音头 而音头必须用土音来演奏 这几小节土音的位置就是这样来的 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九至十二小节的演奏 音乐 音乐 为什么我们要把顿音捕耗标上气呢 因为在这里顿音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顿音 而真正需要的是一种音断一言之感 如果标了顿音记号 大家演奏到这里将会受到顿音记号所牵制 演奏成一个很实在的顿音 那将达不到最佳的艺术效果 下面我再给大家示范一遍这小节的演奏 三快板的演奏 对于初次接触磁器的演奏者来说 这是一个难点 因为在这里手指和舌头的配合稍有差错 那将会影响演奏效果 在快板中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单吐部分 二是三吐部分 在单吐部分里 节奏型几乎是一致的 并且有较强的舞蹈性 节奏很好掌握 只要练习时 注意舌头和指头的配合 严格按照乐谱上的标识符号进行演奏 很快就能掌握 三吐部分也不存在多大难度 关键是三吐技巧要练好 那么这一段便可信手拈来 不过演奏时注意强弱的体现 把每一拍的第一个音吹出顿音的感觉 下面我示范一遍快板的演奏 我示范一遍快板的演奏 下面我讲一下尾声的演奏 尾声的演奏和影子相似 只是在情感上相对影子要淡一些 也就是在力度上要软一些 在情感上要更深一些 把竹林深处的身子表现得更加到位